欢迎回来ANGEL观点 其实今天讨论这个议题也很热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立法院对这个议题 虽然在星期二举办了公听会 可是这里拜天就有所谓反对的这一方 要号召百万的出来反对 那到底台湾的民意的调查 其实超过五人是支持的 五成以上是支持的 可是到底应该怎么走 才能够让社会更有共识 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要在这边 能够有更理性的讨论 所以秀文你刚特别提到说 这是需要再更多的讨论 那也认为他就是基本的一个权利 可是对于家属 家属制跟这个伴侣制 你觉得是不是就以后再说还是怎么样 不不 因为我觉得现在反对的 这个人士 他们用了很多的方式 等于是误导了群众 我必须很遗憾的这么说 包括他们把三套制度混为一谈 然后很多的时候 说真的我觉得我们的草案 变成了一种性恐惧 性道德恐慌的一个祭品 也就是替罪羔羊 好比说刚刚季姐最早提到说 这个家属制度 是不是变成 就是说多批也可以成家 鼓励三妻四妾 我必须要澄清就是说 现行的制度在不涉及刑法其他的规范底下 本来就没有惩罚 就是多重的性伴侣 人们老实说根本就不可能为了多批 而特地去护证事务所登记为家属 然后如果说是依照现行的这个民法第六章的话 住在一起的多批和妻妻 老实说他们本来就可以主张家属的权利 身份的权利 也就是说这跟这一次的修法的这个提案 目前也甚至还没有送到立法院 可以说是根本没有因果关系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再把这些东西混为一谈了 不过刚刚也有扣印进来就讲说 最好这个法案就分开来谈 要不然很多人是混淆的 不过我们现在就只谈这个平权婚姻这件事情 我不晓得王老师你怎么看 因为现在好像有一点 我还是要对我的基督教的兄弟姐妹喊话 圣经最大的教导就是你们要相爱 只要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我就在你们中间 如果有很多的同志伴侣出来说我们相爱 我们要在一起 我觉得重点大家看到的不是你们两个是男的 而是看到你们愿意相爱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 我不相信我们的上帝不祝福两个相爱的人 那当这些人愿意出来做见证 而且被看见的时候 我相信你们的孩子会愿意更相信 两个相爱的人是有可能天长地久 如果那是你想要promote的这个促进的价值 我觉得更应该让他们被看见 而不是让他们这个走入黑暗的角落 我觉得在爱里面 我们有可能可以和解 跟一起来看见这件事情 我相信它会带来力量 老师你可不可以举例一下 因为你在那个同志咨询 那个热线里面 我想你一定看到很多的故事 是不是可以举一项 就是说在这些故事里面 让你感动的 或者是说本来反对的 家长后来为什么会支持 很多的家长一知道了 之后呢就觉得说自己的 就会责怪自己 是不是我对他不好 或是什么时候忽略了他 还是我太强势了 怎么样或者是爸爸怎么样 他们会怪自己 但是到后来我觉得 当他们看到孩子 其实也曾经走过一段辛苦的路 他觉得他不应该再让他孩子更辛苦 他应该来支持他的孩子 那如果他看到他孩子谈恋爱了 他就会想说我小时候 我谈初恋是多么 多么浪漫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的孩子谈初恋 却是这么不堪的事情 他觉得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自己是不是一个怪胎 他会不舍 然后他后来看他们谈恋爱 说看到他真的快乐 我觉得很多的家长会愿意接纳 会觉得我又多了一个儿子 多好 我觉得看到那个家长的改变 我真的相信爱可以让我们超越 这些人世间的这些歧视 我也相信我们的兄弟 就是我们基督教的兄弟姐妹 在祷告当中 在圣神当中 我相信这个对立 这种人的对立 我们应该可以超越 其实这个我们教宗 在前几天也发表言论 他认为说宗教不要去注意小节 应该要以爱这样的一个前提 来针对这个同性恋的议题 那当然这样的宣誓 他并没有讲明 可是好像也让大家知道一个方向 那我请家威也谈一下 就是说现在立法院这样子 然后整个社会氛围 你运动这么久 你有没有什么策略的建议 或者说你认为应该要怎么走 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打仗 虽然实际上好像是打仗 那我是觉得说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在法律的社会 法律的位阶上面来讲的话 它应该是属于司法裔的 它不是公法裔的部分 那司法裔的来讲的话 就好像比如说 王教授今天怒骂我 那怒骂我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很爽 他骂得蛮舒服的 我受甘之如疑 就没事 可是我的朋友就觉得说 他怎么可以骂我 去法院告他说侮辱我 那法院受理不受理 不受理 为什么 这个在法律上有个叫做 诉讼当事人不是格 因为这个属于告诉乃润 我被他骂的都爽的 那别人男友说抱不平的道理 所以今天所有异性恋 他们在反对 我们不是要异性恋去离婚 来跟同性去结婚 对我们是我们同性跟同性 我们同性恋者去同性结婚 那些异性恋者 你要异性恋 你就继续维持你的异性恋婚姻 我没有说你要异性恋去离婚 去跟同性结婚 他们好像我们在争这个时候 是要全世界的人都去搞同性婚 不是的 所以他们那个反对事实上是 在法律上讲 就根本就没有反对的立场 没有不适格 那今天如果说 有些同性恋也反对 那或许他是吃不到 说不到算 因为当初他结了异性婚 他现在没有机会再搞同性婚 所以目前来战婚 我觉得好像那些反对人 他们太过于担心说是 他们的异性婚 会被我们的同性婚 会崩解 好 其实今天我们在这边讨论 也希望能够有更多元 更理性的讨论 我们希望台湾的社会 有一天能够有达到共识 那我们谢谢你的收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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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rg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